老王你說那個加巴武器要怎麼點啊 教一下喔 加巴武器要怎麼點啊 很簡單啊就 做20把然後一次全加巴 10把直接 5捲準備組 直接剛加巴 20把很貴耶你知道嗎 我看一下20把多少錢 我看一下這個要 20把就是 靠北 8版格蘭利威 好我先拉 但是價格你自己出一季啊 沒有啦教育所都被我拉光了啦 你現在賣我 你應該要做出大成功啦 沒有用啦 我給你專門做大成功 然後把大成功的全部點 不用 不用 我自己來 我自己來 我這一輪如果20把點不到 那 那就不玩 我其他東西算一算這樣子 光這20把大成功的攻 我成本大概就要10萬多秒 自己兄弟我點到賣你 88888就好了 你這個 跟一顆球賣我東西 有什麼兩樣 16888 你是賠錢啊 對不對 我有可能是賠錢啊 我看一下喔 600個 好一次15把 15把夠了吧 你說要分解 來不及了啦 上頭了 快點現在怎麼辦 現在15把可以嗎 老王大師 15把夠嗎 一定要20把 好我們20把 阿如果沒有加8怎麼辦 退坑 沒有加8 我等一下就把賺賣你 然後 我再點一輪 好兄弟 真的好兄弟 來吧 老王說的 一句話 點到底 1000萬金幣喔 你不要再說我什麼金幣不夠了 我就全部都在做武器了 強化 老王我要來囉 一波 加8 5 6 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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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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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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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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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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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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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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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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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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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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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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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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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3 2 花的比他們兩個少一點 那我跟老王 老王花的跟這隻差不多 我這隻目前總花費台幣他106萬 老王應該也差不多90萬 所以我們這兩隻花費是比較接近 只是我們花的點不一樣 這隻花比較多在抽卡 老王是花比較多在撞交易所 所以他的成長會比較大 你那抽卡很多都是無意用花費 就是你花錢撞卡池 你可能撞100萬下去 有的人運氣好可以拿回30萬的價值 有人撞100萬只能拿到10萬的價值 因為撞卡池真的是很不穩定的 他那個是投報率跟成本 比較不成比例的東西 所以我這隻是花同樣的錢 但是我花比較多在撞卡池 所以我的卡池比老王深 但是老王的裝備跟他的收集品比我好 等級也比我高 因為他花了很多錢去充等 今天如果你真的要把藍色回眸裝 用得很精銳的話 就是你還要再洗回眸 你拿回眸然後再洗回眸 這樣子就可以完全凸顯了 回眸裝的下值性 每一個多一回眸 你5個裝備就多5回眸 可是你要知道 走回眸流是一套的 他這個遊戲的設計就是 你選擇了某一個流派 某一種屬性主導 你要去想 那個屬性的背後 你後續要搭配的東西 像我這樣子 假設我撐回眸 我練功掛機 哇 魔都是滿的 很浪費 就是你回眸已經夠了 你要用什麼東西去搭配回眸呢 你就要考慮到後續的 我要降冷卻 技能CD 這樣子我技能可以丟得更快 那你會想到 那我技能丟得變快的時候 我回眸會不會又不夠 因為技能放的頻率變高了 我回眸會不會回不回來 好 這部分的話你又要想說 那我要讓回眸再提高 或者讓我的技能每一發 都丟得更有效益 這時候你要幹嘛 撐技能傷害 撐技傷 撐暴直 讓你的技能傷害更高 讓你的技能暴率提高 所以你做的那個開頭 你要去設想你未來後面 你的成長方向 你撐了回眸 回眸你就要想辦法搭配技能 技能有兩個方向 一個技傷流 一個冷卻流 你選擇哪一個方向 或是兩個都要堅固 你要去想後面你的成長之路 加7女武神功 又比加6必刃功好嗎 我原本拿加6必刃 點加7爆了 我現在 後來我換這一把 加9黑沙 現在換成 今天點到的加8女武神 必刃功很強 但是 他必須建立在 你本身攻速夠快的情況下 我才會建議你拿 我這樣一個概念給你們聽好了 這概念我覺得 所有遊戲都可以適用 打得到人才有傷害 所以命中絕對是關鍵 在不考慮命中的情況下 攻速跟傷害怎麼取捨 你要去算 這個就要計算了 你多2%傷害 假設你的面板是100 多2%等於是多2傷害 我今天如果不拿必刃 我拿女武神 你每一劍會多我至少2的基礎傷害 多2點傷害 你射10件 就會多我20基礎傷害 你射20件就會多我40 但是 我今天多你8%攻速 我哪怕20件 多射你1件 我就多你100傷害 100-40 我還多你60 所以那個傷害跟攻速 你要去換算 到底哪個比較有價值 法樂把 法樂把應該開始開賣了吧 法樂把 法樂把 你工作室包了這麼久 該開賣了吧 不要這麼過分 工作室賣清無敲規 該拿出來賣了吧 你們 不要把東西都包在身上 不拿出來丟 三怪就丟了 三怪就丟了 一雙加6可以吧 加5 工作室被鎖光了是不是 哎呀 那我們還是等人靠自己了 我都忘了工作室被鎖光了 你們提醒了我 講話 還想期待工作室 我太天真了 加6